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國這次就真是屋樓更兼逢夜雨 在南方多省出現暴雨而引發的水災 至於在東北就看到黃蟲大軍的身影 這次發生在黑龍江省和吉林省 兩省政府分別發放了官方緊急通知 宣布要加強針對黃蟲的防治工作 故此最低限度在吉林和黑龍江 最少發生了局部地區性的黃蟲問題 不再像以往一樣 只有民間拍一些短片放上網 到底這兩個省的黃蟲問題有多嚴重呢? 首先說一下黑龍江 原來在哈爾濱市的周邊 和接倫俄羅斯的佳木斯市 發生了不同程度的黃災 受災面積達到24,000多毫 轉換的話大概是1,000多公頃 至於吉林市方面又如何呢? 當地農業農村局宣布 有接近13.4公頃的土地 是遭到黃蟲的侵襲 而且黃蟲的密度 最高是可以去到每平方呎50隻 這已經是介乎黃災的程度 到底這些黃蟲是在哪裏出現的呢? 是否跟非洲或印度的黃蟲有關呢? 絕對不是 因為中國好在有一個天然屏障 目前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出現的黃蟲 基本上是很難飛越得到 比如說印度方面有喜馬拉雅山擋住 如果是從吉爾吉斯那邊進入 也是不行的 因為有青藏高原和崑崙山 基本上黃蟲就無法飛越得到 但是如果從南邊飛過來 我們之前也有分析過 可以從緬甸和雲南進入 但是暫時還未發生 現在在東北出現的黃蟲 全部都是中國本土引育出來的 除了在黑龍江和吉林 有官方證實出現黃蟲問題之外 湖南省的永州市也有民眾 拍得到黃蟲是密密麻麻地飛 當然湖南省政府方面 暫時未有官方公告 其實每一年中國都會出現大大小小 這些可防可控程度的黃災 但是一旦撲滅不到的話 就會很嚴重 因為黃蟲基本上會大約每三個月 產卵一次 而且每一次如果真的沒有人可以撲滅的話 它產卵的速度 增長速度 是可以去到十六至二十倍 即是說第一波就是一隻 第二波就是十六至二十隻 一路幾何級數地升上去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到底中國能不能及時撲滅得到呢? 如果不能撲滅的話 很大機會就會出現糧食問題 正如現在在印度、巴基斯坦等地方 所發生的問題一樣 在今年的二月和三月的時候 其實中國曾經派遣過一些專家 前往巴基斯坦那裡 協助撲滅當地的黃蟲問題 只不過中國專家所制定的自王方案 在巴基斯坦似乎不太適用 故此到最後就是無功而還 失敗收場 在今年三至四月份 中國先後將三批自王物資 運到巴基斯坦那裡 總共有三百噸的農藥 叫做馬拉劉倫 以及五十部牽引式的高效噴霧機 實情這套自王辦法 在大陸成功過很多次 首先 馬拉劉倫的農藥 對於環境的影響相對較低 而且這些高效噴霧機 射程可以達到一百米 故此省水省力 而且還可以用拖拉機來牽引 而且中國還通過網路授圖方式 向巴基斯坦方面的技術人員提供了相關的培訓 但為何在巴基斯坦這個自王行動失敗了呢? 首先來說 當地的天氣條件實在太有利於蝗蟲生產 由於當地的雨水太過充足 使得蝗蟲真的每三個月都能夠成功枯化出來 而且那些蝗蟲還在巴基斯坦和印度邊境的樹 周圍去流傳飛來飛去 故此每一天150公里的速度 而且再加上每一次生產都是十六倍十六倍地上升 很難一次過滅掉 第二個原因 就是因為這隻非洲蝗蟲 本身的身長大概六至八厘米 如果它要產卵的話 基本上產卵管可以插入泥土的樹 是它的身長兩倍 即是如果它身長八厘米 它就可以插入泥土十六厘米 當那些蟲卵去到泥土表面底下的六寸厚 其實就算有多高效的噴霧機 多厲害的農藥也好 基本上你都滲透不了那麼深 最厲害的就是噴泥土的表面 而且沒有人會專程翻託十幾厘米 然後再去噴 如果是這樣噴到世界末日都還未成功 農地面積這麼廣闊 所以很大機會等到蝗蟲自然消亡 基本上怎樣噴都噴不來 故此難怪聯合國糧業及農食組織較早前警告 說在亞洲、非洲和中東一帶有機會出現糧食危機 而且在非洲那些蝗蟲問題還未解決得到 由於當地的雨水情況異常嚴重 平時不見那麼大雨 今年突然很大雨 故此非常有利的蝗蟲去滋掌 所以到現在還未成功 搞到頭大賣 好 接著再說一下關於中國的糧食問題 本身上星期大家都知道 又傳出消息說 中國是不想買美國的大豆 結果今天彭博有一宗消息出來 原來中國根本是很低調地採購美國的大豆 消息人士說 中國的國營和私營企業 在六月份至少採購了十批美國大豆 而其中三批還要在同一日下單 這批大豆主要會在今年的十月和十一月向中國付運 至於同一日下單的三批 就要等到十二月才付運 實情根據首階段的中美貿易協定當中 就規定了中國今年要購買365億美元的農產品 但在頭一季 其實總共買了46.5億 當時外界就非常擔心 究竟你中國是否打算走數 到底這首階段的中美貿易協議 會否搞搞搞變成歷史文件 現在似乎在農產品方面 中國仍然想追趕進度達標 其他方面就不敢包 至少在農產品方面 它是有加強度購買的 而實際上中國在農產品方面 它的耳界能力都是比較低的 為什麼呢? 中國購買這麼多大豆 它無非又不是拿來吃的 又說可以用花生粉 又說可以用棉樸 棉樸即是用棉花的棉子 壓榨而成 又說可以用菜籽粉 總之就多了 總之又是要買大豆 用那些餵豬 如果是可以的 而且後來又說要豬捷食 都很愚蠢 後來水就直接把豬 淋賣之前就餵水 大家看磅上的影片都已經看過了 全部都是寫本續末的東西 基本上是不能不買 不買就很難養得到這麼多數量的家禽和畜生 主要就是用作家禽和畜生的資料 前陣子打中美貿易戰的時候 中國還滿腹經論 又說有很多替代方案 比如說從其他國家進口大豆 例如巴西 但是巴西其實很多大豆都是轉手的 在美國買完就轉去賣給中國 他自己是賺這麼差價 這個就是愚蠢的 第二件事 就說鼓勵中國本土的農民 就是多些種植大豆 其實這件事也是失敗了 到現在大家可以看看那些數據 中國的大豆耕作面積 每一年都下跌 而且基本上大豆 就不是一件很富有商業價值的產物 有鬼人種也賺不到錢 當然是賺得更多的經濟作物 第三件事就是 當時可以用很多替代品 來取代豆泊 豆泊就是用大豆來製成 用來餵雞餵豬 他們用什麼呢 彭博引述消息人士說 近期有人猜測 中國就命令國營企業去停止採購美國的農產品 但事實上 在這個消息傳出來的同一個星期 美國所收到的出口到中國的貨運訂單 就是增加了 而且這個消息人士還預計 中國會在今年的最後一個季度 大批進口美國的農產品 而且中美雙方顯然都在進行和遵守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承諾 尤其是農產品的採購承諾 我覺得今次消息人士所說的東西 比較理性和可信一些 因為在農產品方面 其實中國真的 以價能力不是那麼高 他不買當然是可以 不買便餓死的家禽和畜生 肯定是引發更大的問題 故此在農產品方面 走數的空間就不是那麼大 其他方面就很難說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